如果你剛好看著巴士離站 你會怎樣做? 會不會像這位女士一樣? 前幾天這條片在社交網站瘋傳 片段所見,當時巴士已經坐滿了人 而下層的乘客就迫了車頭 拒絕走入車尾 令大批等了很久車的市民都上不到車 一位女士就火遮眼衝出馬路 用她的肉身擋車 真是我上不到車 你們也別用指望走 好,網民就這件事都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有人指責車長沒有叫乘客走入 不負責任 但當日其中一位乘客王太就說 他要為當日的車長平反 他就用自己身軌擋著巴士 因為實在太多人在裏面 所以班次都已經開得很密 真是瘋了玻璃 那樣子都站到司機位旁邊 那司機都沒辦法再上乘客 後來因為要等警察報警 那車上的乘客就覺得 司機你開門,你讓我們下車 司機就說因為交通條例的安全理由 我現在行車線在馬線中間 並不是在巴士站裡 我不可以開車門 這樣就經常自己拉太平門制 自己下車 那位女士拍片時 車廂裡沒有什麼人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去到試發的日風車站 看到就算不是繁忙時間 都有很多乘客在這裡排隊 巴士的班次也算頻密 平均8分鐘就有一班車 拍攝期間更加試過不夠2分鐘 第二班車就到站 不過街坊就說 現在的班次是不足以應付 這麼龐大的吞吐量 試過等一力駕都上不到 你都應該加密班次 巴士的班次可以再多些 很多,尤其是在兩個總站 粉嶺明都和黃河山總站那裡 超級多人 有時如果真的爆滿 又或者本身爆滿 就會有時過這個站 有沒有試過可能 見到巴士的乘客站在那裡 會不會只是站在前面 不站在後面多位一點的地方 現在多些人站在後面 不過都是很多人站在前面 以你所知 車長會不會叫乘客退入一點 通常都會 會用廣告說 盡量要走入一點 哎呀,司機幫忙 叫他們退後一點坐 有了 其實他們會不會退回去呢 有時都會的 有時都會的 跟司機合作一下就可以了 明明不見 有沒有,今天 我們要發出 保證